Sliner前夫张成忠近日被拍到与吴亚新深夜约会,虽然身边有其他朋友在,但双方互动相当好,吴亚新发现有人跟拍后,一度躲起来不敢出来,直到阿忠呼唤他才现身,由于阿忠离婚后,被指控是因为外遇,被大家骂到翻。 离婚后阿忠火速爆出绯闻,被拍到与主播红黎恩在路边壁东,喇蛇,虽然事后他强调只是酒后情绪容易放大,与女方只是关系很好没有暧昧情,也传出和F奶小魔卓以轩有过一段情,每一段绯闻阿忠都否认,让大家不满几口真是一大堆。 Slyner曾坦言离婚后受伤很重,无法再与阿忠联络感情,如今与吴亚新爆恋情,吴亚新先作出回应表示她是朋友的朋友,一起看电影,看完我就回家了。 但记者接住问既然轻轻白白,何必躲藏?她傻了一下说看到镜头下意识会躲,我们只是普通朋友,相约看电影,如今阿忠也首度泄露了心情,自揭幕前两人关系。 张成忠无奈地说其实很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,我以前大概说过一些我的想法,但我的想法也没什么意义,所以不说了,请量解窝。 而以前张成忠曾说过因为无法摆脱是Slyner前夫的标签,与异性朋友出去都会被讲话,就算关系很单纯也会被放大显示,间接暗示与吴亚新没什么,但讲了谁也不信。 由于之前有圈内人爆料张成忠与Slyner会离婚,有一部分是因为两人姓氏不合,张成忠甚至曾说过看到Slyner的烧伤伤疤会觉得很无心像看到生牛肉,当时就让大家骂爆,如今绯闻不断,也让她的形象再度重创。 虽然离婚了但是一直被拍到与女生亲密。